鋼鐵人最喜歡的那一款手錶被偷了 就是知名瑞士錶店西門分店這裡 昨天來了一名大約才20歲的竊賊 先假裝問價格 結果店員不留意的時候 他直接搬走了展示櫃裡面 兩支錶和那個展示盒 留言先黃一鳴 好 主播一名年約20歲的男子 走進這家知名的瑞士連鎖中錶店 他先是在櫃台前看了看 接著走到了展示櫃前 接著開始試著要搬動展示櫃 因為展示櫃裡頭就放了一支5萬多元的名表 當他發現展示櫃並沒有安全所 可以輕易搬動之後 他就直接將整個展示櫃給搬了出去 你以為他搬完第一個展示櫃 跟名表之後就要離開嗎 結果他居然大膽又返回店內 再度偷了第二個展示櫃 整個偷竊行為前後不到一分鐘 卻讓店家損失了10萬元兩支名表 後來店家是表示這名男子身在12點左右 走進店內跟店員攀談了一會 說要買鋼鐵人最愛的手錶 等店員跟他介紹完這兩支名表之後 他就開始閒逛店內 趁著店員在店內忙碌的時候 他開始了偷竊行為 店家事後向警方報警 調閱監視器發現這名竊賊帶了大百搬著 兩個超大的展示盒就走在西門町的徒步區 而警方表示目前已經鎖定這名20歲左右的竊賊 正在積極查辦當中